迷幻的嗓音回荡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这是台北市影音实验教育机构的毕业生 拍片剪接写剧本 学生们透过实作课程培养成为影视音乐产业 幕后工作人员的笔笔技能 2016年9月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成立全市第一所公立实验学校 国中毕业生透过面试申请就读 现在更核心开幕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联合办学 我们学校如果有北一北流一起来办学的话 比如它可以有一些直接会有技术的课程 像音响课程 灯光课程 或者是音乐创作表演的课程 会选择我们学校来读书的孩子 是非常要很有勇气 因为他不是一个体制内的学校 现在更核心开幕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联合办学 校方规划一个年级20位学生 业界老师二三十人 一堂课满五人就可以开课 没有既定课表学生依照兴趣选课 也可以自己写企划执行 但每学期逼近十万的学费 加上近三年疫情冲击表演艺术产业 因此有将近一半的学生 最后选择透过体制内考试 继续上大学 以去年来说更只招到十二名学生 都让外界对实验教育持保留态度 刚开始从第一届第二届 大概都一百多人来报名 大概录取率三分之一 所以这两三年那个少子化以后 还有那个疫情的结果 然后我觉得人数开始变少 实验学校的性质 它本来就是在过程当中 很容易遇到各种挫折的 成了六年以后 现在终于有这个叫做 实习的机构 将来北流北溢 就是它最重要的实习的机构 实验教育的特色就是说 它并没有预设立场 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体制外的实验教育 要勇敢走下去 如今由北流北溢两大场馆加入 影音学校能不能吸引更多学生 即将来到的招生季节 就可以见分晓 今新闻留着 威力念的采访报道 都将来说 是